原标题童年回忆天书奇谭修复重庆网友小时候,才以为有续集近日。 一个消息传来国产经典动画电影天书奇谭将进行修复,并且于今年上映。 这个消息也让观众与影迷们十分激动。 天书奇谭是1983年上映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讲述了天神员工夏凡指导一个从蛋里出生的孩子学习天书上的法术对抗狐狸精。 为民除害的故事天书奇谭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小男主诞生,三只狐狸精的,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论高达9.1分。 可是说是真正的国产经典作品,距离天书奇谭上映已经过去了35年时间。 因此,电影的修复工作也是十分复杂在一段幕后花絮中。 天书奇谭的修复过程被展示出来,因为年代久远电影是通过胶片保存,所以要先修复胶片,然后扫描成数码板再一点点调色需要绝对的耐心此外。 声音的修复也十分重要时隔35年,丁建华老师再次并片中的诞生佩金。 勾起了大家的回忆,正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下,天书奇谭才能修复上映。 具体的上映时间,大家耐心等待吧,天书奇谭修复上映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